在后遇敌人戒法球6相继得到削弱后 很多玩家都想知道 现版本的发育录还有谁能用来上分 那么今天这期视频阿里就来跟大家简单讲讲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巅峰胜率前五的尸射 分别是哥亚 狼狗 加罗 萌亚 以及鲁班 胜率都在50以上 但这里的话狼狗就算了 他胜率高的原因是因为出场率低 只有0.01% 剩下四位我们先来聊聊前两位哥亚和加罗 他俩其实也是克制敌人戒的好手 哥亚可以通过走位来躲避敌人戒部分输出 但我不太推荐 因为手感很奇怪 加上发育周期太长 估计很多玩家都习惯不了 而加罗可以用来上分 可以专门拿来针对敌人戒 对线他也不算弱 但缺点是发育周期比较长 而且依赖辅助 建议不要先手拿 可以后手用来克制护盾的英雄 剩下的萌亚和鲁班我是比较推荐的 萌亚他爆发很高 可以很好的银河快节奏版本 配运鲁班马 无形的坦克杀手 萌亚可以用来打对面控制不多且比较脆的阵容 反之很肉的话就选鲁班 毕竟鲁班的百分比伤害不是吃素的 最重要的是 他俩都是线霸 前期基本很难崩 除非对面搞针对 最后阿里再强烈推荐一个射手 那就是公孙林 公孙林在顶端排位的胜率已经拖过55%了 这还是在登场率超过15%的情况下 前个版本公孙林确实比较尴尬 对线又不能萌压敌人节 打团容作率还比不过他 好在敌人节被削后 他也是如愿地重回版本之子的宝座了 总的来说 新版本发育录最好充分的我认为是公孙林萌亚鲁班 公孙林又先级最高 有手感可以无脑血 反之就萌亚和鲁班 对此 大家有不同见解吗 欢迎发表看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